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门座后面有个食堂 西红柿小鸡蛋八块钱一份 你编的呀 手真巧 我们家乡的风俗 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出远门 系上一条亲人为他编的红绳 不管多远的路都不会迷路 平米马上就要手术了 我就是图个吉利 真是一乡一俗呀 你老家是哪儿的啊 宁安 一个小城市 就在江城下面一点 宁安 我听过 那里的凤凰花特别出名 可惜还没去过呢 我上高中的附近有一大片凤凰花 花季的时候烈焰如云的 很多人都慕名过来拍照 你真该去看看 找个机会 一定去看看 味道怎么样 很不错 多吃一点 咱们给那个孩子捐点钱吧 怎么突然想捐钱 多可怜呀 这么点的小朋友 遭这么大的罪 对 你愿意捐 你捐 反正我是不会再给他钱 再给钱 你捐过来 我跟你说 四根钢筋 四根啊 我一听 听得我心里直哆嗦 我 你是说 工地摔下来那个孩子 对啊 现在的留守儿童太可怜了 你慢慢吃 咱们俩一会儿去看看聂伯伯 好 那里的凤凰花确实很美 有机会儿可以去看看 聂医生好 出去吃饭啊 好 门座后面有个食堂 西红柿炒鸡蛋八块钱一份 来 西红柿炒鸡蛋 我终于想明白哪不对劲了 发生个很神奇的事情 我刚碰到了聂医生和他女朋友 他告诉我门座后面还有一家食堂 卖西红柿炒鸡蛋八块钱一份 你说他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 你这胃口不好的时候只能吃下这个 你医生是不是很神奇啊 你听不听我说话 看着这个菜我就想起 我怀孕那时候 什么都吃不下 吃什么都吐 好 为了营养我还得逼自己 顿顿吃西红柿炒鸡蛋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念一声 怎么知道你爱吃西红柿炒鸡蛋 你再吃点 我不吃了 跟你说话你这也混不熟的 我打水去了 有点反常了呀 念一声 怎么了 你怎么知道刚才那个家属 要买西红柿炒鸡蛋 你从来都不吃这种东西 而且对所有西红柿类的东西 你全部都特别反感 并且 以前要是有人给你打招呼吧 你最多点个头就算了 今天还说这么多 不对劲哦 人家宁洁的盒番里面 偷着红的黄的 不就是试用式炒鸡蛋吗 没想到呀 观察力这么敏锐 我是外科医生 这是我的专业本能 好吧 念一声 又让我佩服了一点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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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